本期节目由金道集团特约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靖贤 带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焦点 美联储本周发布了贺皮书 那报告就显示说9月初至10月中旬 美国经济是继续温和扩张 制造业产出适中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4号发布的 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 今年9月初至10月中旬 美国经济继续温和增长 制造业平稳扩张 但美国对信口产品加征的关税 正在推动原材料成本和产成品价格 进一步上升 美联储当天发布的报告 是根据下属12家地区储备银行的 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 也称贺皮书 报告显示 美国整体经济活动继续温和扩张 制造业产出稳步上升 但部分地区企业面临着原材料及运输成本上涨 国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以及招工难等挑战 根据报告 多数地区就业状况稳步提升 劳动力市场持续偏紧 工资温和上涨 大部分企业认为未来半年 劳动力需求将继续扩大 同样在24号 由于投资者担心美联储加息 可能已经开始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 在大量抛盘重压之下 再次出现暴跌 其中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于4.4%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则已经抹去了今年以来的涨幅 美联储加息预期 另近期美股走势持续承压 自10月初以来 美股大幅走弱 并在10号11号连续大幅下挫 同今年2月份美股暴跌情况类似 此轮美股大调整的诱因 同样是加息预期背景之下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飙升 亚台第一卫视综合报道 好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了嘉宾是 金道策略性投资分析师 伦祝德先生 就财经关注点来进行解析 你好 欢迎 先进行 好 我们来说这个美国的经济 因为现在这个美国的贺皮书 也是就重新又发布 那从这个贺皮书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 其实这个说明美国的经济应该是持续向好 还是比较乐观的 而且我们看到它这个10月份的PMI 而且也是好像这个数据 还比较的符合预期 还不错 那么现在大家就说 是不是这个美国的经济 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好呢 结果到了这个本周三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美股 就发生了一个崩盘的现象 很多人这个血也是在跌 还是蛮恐慌的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个美国经济 有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其实从过往一段时间 就加息的一个周期开始之后 其实经济来说的话 一直是支撑它本身的那个加息的一个步伐 那我个人会觉得美国的经济的确是好的 那而且长远的一个路线 也要看之后的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发展 不过呢 从因为可能过往一段时间的话 在股票市场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投资性的一些 相对比较高风险的一些产品当中呢 就可能投资者有过度超买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就说现在股票市场做一个 有一个下调的空间也非常合理的一个情况 那从经济上数据 那美国的一个问题不大的一个大前提下 那股票市场按照原本的一个路线去走 还是有上涨的一个空间 不过呢 现在以一个怎么说呢 过往可能三年的一个推论来说的话 现在股票市场有可能会下跌 先下跌百分之十 之后再从从实它本身上涨的一个趋势 所以现在如果说投资者在投资股票方面的话 大家要小心就是说还有百分之十的一个下调空间 另外就是说从利率的一个上涨来说的话 主要是影响了本身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 那所以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 加息也会影响到那个股票 可能企业上面的一些利润上面的一个影响 那所以就在这个方面的话 股票市场有一个收缩 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事情 但整体来看 我觉得不太用担心美国经济的一个发展 还是相对比较正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最近看到 这个美国在今年打这个贸易战 刚才你也提到说 接下来要看这个整体的经济情况 还是要依靠这个贸易战的方向 究竟是怎么走 但是如果这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受拖累的这些国家还是比较多 例如像中国 包括像一些欧洲的地区 但是有没有可能说接下来的话 因为现在以目前来看 似乎美国是 这个经济是只有唯独它好 其他国家都受到很大的牵连 有没有可能接下来会美国 其实就是说 大家一起都阵亡了 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吗 绝对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因为就大家可能在观看 就是说可能下一个月的话 是美国中期选举 那如果说那个事情的话 相对比较利好 特朗普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相对来说 他一个推动的一切的一个政策 对他本身做好一个贸易战的 一个防备的一个大前提下 我个人会觉得影响相对来说 不会那么大 不过也多少少会是比较负面一些 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但是这个贸易战有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美国的加息的步伐吗 因为今年是如预期 是有可能会加息四次 因为在12月份还有一次机会 那么到这个明年的话 您觉得这个加息步伐会不会改变 个人预期的话 暂时来说没有明显的一个因素说明 明显的一个数据说明 就是说那个贸易战会影响到 加息的一个步伐 而且从加息的一个角度来看 主要是经济数据的一个稳定 能够超过那个通胀2%的一个水平的话 基本上加息的一个步伐是不会停止的 个人预期下一年 美国应该是加到3%的一个利率 才会有一个停止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来说这个特朗普呢 经常喜欢到处喷人 那么在之前呢 他也是对这个美联储相当的不满 而且他也提到说 他觉得自己非常骄傲的一点 就是每当他做了一件好事的时候 那么这个美联储就会加息一次 那么他现在又说了 他其实非常后悔的 就是当年有提名这个鲍威尔 做美联储的主席 那么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个特朗普 他是有一定的权利的 他而且是有权利说 可以选这个美联储的理事 那么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因为我们一直都说 这个美联储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部门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会导致这个特朗普插手美联储 那么导致接下来美联储的政策 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暂时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个可能性相对比较低 美国呢相对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民族 而且是比较怎么说 根据法律来去做事情的人 一个国家 那从特朗普一直以来的 一个做事的一个方法的话 很明显看到 他是口头上一直在说 其实实际上能够做的事情 这一次对美联储的一个牵连的话 相对会比较低 那其实他一直是在邀功 就是说自己做了很多事情 只是因为他找一个借口 就是说万一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 这怪美联储的一个意思 我个人会觉得他真正能够影响的 相对会比较有限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就是特朗普的一些习惯 但其实从现在这个鲍威尔在上任之后 和之前这个耶伦在做主席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这个美联储的整体的风格 或者说他们在做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不同之处 会不会有那么明显 我会觉得是他们两个做事的风格 我没有看到特别大的一个不一样 但是主要是我会觉得是 反过来经济的一个情况 会跟之前会有不一样 因为真的说实话 特朗普有没有做好事 的确是有的 让美国的一个就业率等等 各方面都有提升 整体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市场 也是相对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况 而且减税等等各方面的措施的话 相对对整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是好事 所以看到经济的一个数据 经济的一个发展是向好的 从他的一个年代 从怎么说之前的话 看到耶伦能够做的事情相对比较有限 因为经济数据还没有支撑 它本身加息的一个步伐 所以两者我觉得风格上是差不多 就是经济环境的不一样而已 特朗普在上任之后 他有很多牌要打出去 一个是贸易战 还有一个说要加大基建的建设 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减税 而且他现在好像是把很多的精力 都放在了减税上面 因为在这些年大家都在说 因为美股的崩盘 导致特朗普非常的没有信心 所以要在减税上加大力度 那您觉得说虽然现在细节还没有出台 但是真正到落实的话 有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有可能 因为其实整个事情 我们先不要从政治的一个立场去做 一个判定 但是问题说 就是说特朗普从贸易战一开始 他开始减那个企业的一个税款 那从这个一个是经济循环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他减税了之后 那很明显企业能带动本身的一个 就业的一个市场 那现在来说的话 从整体的一个数据 过往三到五个月 的确是就业市场非常非常的不错 一直失业率一直在降低 那然后下一个经济的一个循环的话 将会是个人那个消费的一个问题 那随着就是说 那个美联储一直在加息 同时股票市场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向好的一个情况下 那如果说下一个经济循环 个人那个收入有提升之后 那他们不消费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让 2019年的一个经济还继续向好的 那所以如果说他向中产去做一个 怎么说减税的一个动作的话 是为了保证他之后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继续下一轮那个循环 所以整体来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正确 而且非常有可能会做的一个事情 另外从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环境来看 那如果说从贸易战的一个大前提 他现在跟我们国内在打这个贸易战 那其实到最后所有的一些税务都是会转嫁在 那个消费者身上 如果说现在他没办法推动本身的一个 内需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贸易战他有可能会输 因为他没有一个内需的一个支撑 所以在整体的一个大环境下 这个政策要推动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您刚才从这个经济和从这个国际的视角上来提到 那我们来说对于这个政治方面 因为其实大家都在说对他这个中期选举是不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减税政策 无论是不是有真正的落实 其实对于中期选举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大 绝对是利好特朗普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怎么说呢 有可能可以翻盘了 对绝对有可能 而且近期而且看到就是说原油也是一直在下滑 一个油价 因为他又可以邀功了这个情况 所以整体来看是比较向好的 特朗普暂时来说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 所以从这个中期选举来看的话 特朗普可以拿出来的真正他认为可以邀功的 究竟有哪些点呢 其实第一个呢 就是说刚才说的原油一直在下滑的一个趋势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是向好的 第三个除了经济整体到环境好以外 个人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抑郁也相对提高 那整体来看觉得没有什么 但他怎么说失手的一个感觉了 那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原油是有这个价格有所下降 但是在近期我们有看到因为这个沙特记者 被这个火星声肢解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 所以也导致其实美国跟沙特之间这个关系是受阻的 那么这个美国其实也是对沙特的一些惩罚措施 是在越来越加剧 那么对于沙特来说 他又刚刚就说我们也要继续来进行增产 还是挺任性的 那所以这个对于原油价格来说 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的 可能说是减价 那其实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所有在政治舞台做的一些动作的话 基本上在经济面可以 如果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 怎么说呢 一个长期的影响的话 暂时我们都会忽略 因为国与国家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一个记者的一个小事情 可以说是 那真的会影响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布局的可能性 相对为低 那所以而且就是说 如果沙特他真的会去增产那个情况 是相对来说把油价会往下推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不知道他是增产还是减产的一个问题 因为主导权在他那里 但是整体来看 我觉得以现在美国跟沙特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 我觉得随便去动用那个 这样子一个政治手段的话 暂时还不知道那个时机 所以我觉得影响应该相对会有限 所以接下来还要再看一看 这个OPEC的各个成员之间 是的 究竟有没有说这个信守承诺 是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这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的都是各顾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利益 是的 那另外我们再来谈谈现在这样一个黄金 因为之前我记得在跟您做节目的时候 大家好像是有一些小看了黄金 一直在说他这个币潜功能这么久了 都没有显现出来 那么好了 现在黄金就给点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他现在这个币潜功能重新又发挥出来了 而且是有一个20年以来的 这样一个有利的条件 现在应该是这个黄金跟美元是同时在上涨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怎么来看接下来的黄金的走势 黄金的走势在更往一周的话 大概在1230左右这个价格在徘徊 那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如果从技术面的一个分析来看的话 从之前做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底部 那突破往上之后呢 大概那个目标价格短期会在1345左右 也差不多到价了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投资者要已经买入这个黄金 就两周前我一直在说嘛 那然后如果买入的话 现在可以先还一还 可能先卖出 先把盈利的一个部分先拿出来 会比较好一些 而且呢就是说从整体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布局来看的话 主要现在是欧洲那边出问题 然后呢 而且就是说股票市场当灾的一个问题 所以引致所有的一个币潜的一个产品有上涨 但是后市暂时来说没有其他一个因素 所以暂时在黄金的话 这一波上涨 可能暂时会先休息一下 所以后市我暂时来看 我黄金有机会做一个轻微的一个下调的一个动作 好的 谢谢Andrew的关系 别客气 那我们也许稍坐休息 待会回来